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使用视觉化工具清理资料 那今天这个章节也是认为我觉得很实用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 怎么说呢 我们常常会去拿到一些别人提供的资料 那这个别人呢 就是例如说他可能是公家机关 他可能是跨部门的同事 他非常的友善 所以他把资料已经整理到 例如像这样子人类看得懂 什么叫做人类看得懂 我可以看出来在这个专案名称 他每一年跟我交易的状况 例如说有些项目 他跟有些专案他跟我交往了两年 有些项目他跟我交易了五年 类似是这样子 我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呢 人类看得越清楚 电脑看得就越模糊 这要怎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左半边蓝色这个部分 蓝色的部分资料是往下走的 所以呢 其实在电脑的世界 他是看得懂往下走 所以对他来讲 他的栏位应该会是序号代号专案名称 接着应该是叫做日期的这个栏位 但是人类看得懂的是 我把我的日期分布在这个画面上面 那你这样不就可以看到overall我的发生的数字的一些状况吗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要再做一些更进阶的分析 而且是透过电脑来帮我们实现的话 我们就要转制成电脑看得懂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先教第一个方法 那第一个方法的话 在table里面我们把这个资料选进来 OK 好 那在选进来资料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他长在哪里 我本来想要demo的这个资料 例如说 在这个ethel里面 他分成 12345跟a 这总共有六个sheet 那这六个sheet 其实在你db里面 他就是六个table 那在这六个table里面 其实我目前想要分析的是a的这个sheet 好哦 那所以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table 我们资料拉进来之后 我的这个excel里面 我想要分析的是a 我就把a拉进来 好 那我们先把a放回去 好 a重新拉进来 这个我们前面都有教过 怎么把这个资料拉进来 那我们拉进来之后 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个 看上面这里 还记得我们刚刚的看到的是有number 就是他的序号吗 那对我来讲 这个序号的这个资料 他目前 他呈现的是数字的方式 那我就想要把它改成 对我来讲 他其实是字串 为什么 他加总没有意义 并不会说我序号1跟序号2加起来 变成序号3 没有 他们是互相独立的 好 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个资料的转置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有没有觉得这个项目代号专案名称 这个字体我们看的不是这么的熟悉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点两下 直接在那边改成项目代号 这里改成专案名称 好 再来的话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核心讲的问题 我如何从人类看得懂的数据 转成电脑看得懂的数据 那现在遇到的问题 不就是这个2012到2021的这些资料栏位吗 那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2012到我们的2021 用连选的方式把它全部都选起来 没有选是没有蓝底的 选到它就会是蓝底的部分 那选择之后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我们往下 这里有个枢纽 记得把它按下去 也就是它本来帮你枢纽 那我们再把它转置回去 那对我来说的时候 请问一下原本的这个栏位 我是不是要帮它重新命名 本来我们在Excel最上面 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画面 我们在我们Excel最上面 这些的有12到21的这些数字 对我来讲它是什么呢 它是年份哦 所以我在这里我把它改成年份对吧 好那这边的数字是什么呢 好假设这边是收入好了 我就把它改成revenue的部分 好那接着我们还要再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刚刚把这个年份已经改完了 那这里不是有一个蓝位形态吗 只要你在做资料清理 只要准备的时候 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 一直去check你的蓝位形态 对不对 你的蓝位形态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分析 好所以在这里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日期的方式 好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做过枢纽的结果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表1 工作表2好了 好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把我们的刚刚的1234算进来之后 那专案名称嘛 本来蓝位是这样 这也是我们的年份的部分 那我们年份之后再是revenue 然后你会跟我说 啊怎么跟刚刚一样 不是跟excel一样吗 那是因为我没有把年份给拿下来啊 对不对 就是我应该是要把它放在这 所以我们在这个以数字面来讲 其实表格它照理说应该是长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原本的资料源 它是往下去这样长的 好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要去分析 就会比较是电脑它比较看得懂的部分 那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资料会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往回来去看 好我们再重新把这个资料再拉进来一次 一样是demo的资料 然后我们一样把我们的A资料拉进来 好哦那这一次这个Asheet这个栏位 我全部都不改 然后我们拿到资料就直接硬做 好硬做你会看一下资料长什么样子 专案名称项目代号 好它应该是在它前面 好那再来是202122 诶我这里有栏位有几个 我不就是要按几次吗 而且之后我想要去做视觉化的变化 例如说刚刚这一页是我们有做过的这个结果 我可以例如说用一个折线图去呈现 那把这个专案名称可能放在 放在我们的这个色彩里面 当然这个不是我最终的结果 我只是要跟大家说 你必须要把资料整理成这样才有办法分析 那如果是刚刚这一种 就是我资料都不整理 我拿进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变成是类似 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我有几个年度 例如说我有30年 那我是不是要按30次 而且在这边 它如果要去做折线图 它是没有办法的 它的限制是很多 因为对它来讲 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在前面跟大家说明的 我们前面应该是 先去做我们的资料的整理之后 做完资料整理之后 把它变成电脑看得懂的 我们才有可能去往下去做 其他更多的分析这样子 那下一次我们就用新的工具 来教大家怎么做资料整理 我相信这套工具 Table Prep的话 会让你的效率 更加的精进哦